英宁 大家好 我是英宁 我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母校 学的是矿产勘探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了不了解 就是把我学废了 我学了七年 只找到过一个矿 就是在黄金矿工里面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啊 真的要在山里待很久 就我从小听到的历史故事 都是那种大山里的孩子 通过好好读书考到大城市 我们专业的孩子呢 本来在大城市 也通过好好读书啊 考进了大山里 怎么说呢 朋友们 就是读书啊 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别人问我爸妈说 志愿给孩子抱到哪儿 我说抱到哪儿 抱着变形计呀 抱到哪儿 而且我们专业 实习第一天 老师开着车 就把我们拉到了山里 给了我们一张地图 和一个指南针 告诉我们 今天你们要从这里 走出去 我当时想 哇 老师说的走出去 该不会是 只有一个人能走出去吧 下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跟我的同学合作 还是该干掉他们 让我同学拿着严实说 我先分析一下严性 我说我先分析一下人性吧 后来发现想多了 真的 在山里同学不危险 因为一进山呀 同学就走散了 真正危险的是野生动物 有一次啊 我就被两只野狗给盯上了 下狗 常识都是弯腰剪石头 是吧 但这是野狗啊 它没有常识 我就是正在那儿 弯腰剪石头的时候 被野狗给盯上了 我当时看起来 我不是在下狗 我是在给狗请安 你知道吗 我说猫 我说知道 所以我 我都不敢盯着那个狗看 我怕它觉得有敌意 所以我当时只能 低着头看石头 整个画面就是 我在分析严性 狗在分析人性 而且它们确实在分析 因为我手往左 它们就往左看 我手往右 它们就往右看 感觉 它们不是对我感兴趣 就是对这块石头感兴趣 我当时想 哇 这两只狗该不会 还是只学术狗吧 狗还算好的 你知道吗 有吃的 我喂它 没吃的 我喂它 最可怕的是 遇见了蛇 遇见蛇 我们的常识是什么 打蛇打七寸 对吧 关键是谁能告诉我 蛇的七寸在哪呢 我总不能在哪 我说 一寸 两寸 三寸 你别动啊 一动不就数乱了吗 四寸 五寸 六寸 这舍就六寸 真的好不容易要下山了 我们还得敲一包石头 背回去研究 我们学校建校七十年了 每届学生都从这个山里背石头 把这座山的海拔都背低了 让我们迂攻知道的都得想 我说什么来着 就搬山这种事情 根本不用请神仙 中国地质大学就给办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挺喜欢我们专业的 就是学这个专业 真的会让我们心胸开阔 因为在我们地质上来说 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一百万年 就说实话 人类的历史都不够一个小数点 就是虽然此刻 我现在在透过秀大会的第五季 但在地质年代上 我们人处在 显生昼新生代的第四季 我说 就其实说到底 就想想这两年的糟心事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个小数点解决不了的 谢谢大家 我是英宁 谢谢英宁获得两灯 进入抢麦环节 倒计15秒 现在开始 5 4 3 2 1 T的吧 我叫T的 掌声有请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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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KID 我今天26岁了 还没有女朋友 我妈都急着要去给我相亲了 我才不去呢 你说就我目前干这个职业 这个搞笑男的身份 我拿什么去和那种 婚恋市场里的 IT男金融男 相竞争啊 人家往那一坐 西装革履 特别代拍 车上往桌上一拍 我年薪百万 开公司的 我往那一坐 我年薪百万 开玩笑的 没法竞争 但其实 作为男孩 我也能理解我爸妈 因为作为男孩 除了父母 没人能在感情里帮助我 但女孩就不是 我觉得男孩女孩 最大的区别就是团结 我的每个前女友 都有好几个闺蜜群 随时待命 他们的群众只是 一根筷子一折断 但众人石柴火焰高 离群孤雁飞不远 是一个辣妹三个帮的 兄弟们 你以为你在和一个女孩 眉目传情 但你不知道背后 有多少个微信 在垂帘听证啊 兄弟们 有时候 他不是扁蛋不想绑在板凳上 他说其他扁蛋 不让扁蛋绑在板凳上 这就是为什么 女孩总说 我们要一个人 活得像一支队伍 因为他们真有啊 但这种凝聚力 这种团结 你在男孩身上一辈子 看不到 我参加的所有婚礼上 所有女孩 都是眼含热泪 在帮着新娘 拍照 扁图 选滤镜 但所有的男孩 都在等着新郎 叫出那一声 爸爸 这就是男孩 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搞笑的机会 我们可以不高 不富 不帅 但一定要搞笑 不计后果的搞笑 这就导致 一旦涉及到感情 我的兄弟们 就只会帮到忙 我之前带我的女朋友 叫我最好的哥们 刚子 刚子张队 第一句话就是 昨天不是这个呀 当时想明白了 我立马 做了两个举动 第一 我打开了我的手机 删掉了里边 最直男的软件 直男浓度最高的软件 某扑 因为我开始意骚了 在感情里